大家好,我是夏安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 每天分享养生知识,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。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。 研究发现,我国目前有3.3亿人身受心脑血管疾病的困扰。 心脑血管疾病,每年夺走大约1500万人的生命。 现在人们的养生意识普遍也不高。 这也给心脑血管疾病有了课程之机。 所以平时,威防心脑血管疾病势在必行。 有位80多岁的心脑血管专家推荐。 我们经常用这道代茶饮,可以很好的补气、活血、防治心脑血管疾病。 堪称是治疗百病的茶疗良方。 我家老奶奶喝了一段时间,感觉浑身轻松,三高也很平稳,而且精神越来越好。 今天就把这个代茶饮分享给大家。 我们先来准备苦瓜。 苦瓜的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,还有药用价值。 苦瓜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矿物质,以及多种的维生素。 苦瓜中的苦瓜素可以降低血糖、降低血脂。 苦瓜中的躁肝、糖类,除了具有调节血糖缺制的代谢以外,而且具有改善血管的内皮功能。 预防动脉中药樱花的形成,增强肌体、免力,促进食欲的作用。 经常吃苦瓜,对于心脑血管疾病,有着非常好的治疗作用大。 苦瓜含有的植物胰岛素,比较适合糖尿病人使用。 现代科学研究发现,苦瓜所含的苦瓜多态,可以快速地降低血糖,是这类人群的一种理想的食物。 苦瓜对于心脑血管疾病,有比较好的治疗作用大。 苦瓜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矿物质,以及多种维生素、微料元素,特别是维生素C的含量是比较高大。 苦瓜中的苦瓜素,能够降低血脂、降低血糖。 苦瓜中的燥肝、糖肝,除了具有调节血糖在下之外,而且具有改善血管内皮的功能。 预防动脉中央硬化的形成,增强积极的免疫力,促进患者的食欲。 苦瓜的营养很高,所以平时的时候,用苦瓜泡水喝是不错的选择。 山楂我们都知道吧,山楂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。 山楂主要可以削肉时,如果我们吃肉比较多,感觉消化不了,比较油腻。 我们可以喝上山楂水,或者吃山楂,能够很好的帮助吸收,帮助消化。 山楂除了能够蜂蜜一些消化酶之外,还可以蜂蜜一些脂肪酶, 能够帮助我们降低血脂,对高血压、惯性病患者能够起到特别好的作用。 山楂所含的维生素C,可以阻断并阻挡自有剂的产生, 可以增强肌体的免疫能力,又能够预防衰老。 山楂还能够活血化瘀,帮助治疗跌打损伤。 近期研究发现,山楂能够软化血管,降低血粘稠度, 能够帮助我们预防心脑血管疾病。 特别是高血压,高血脂的朋友们,平时可以喝一些山楂茶水, 对身体能够起到特别好的降脂,降血压的作用呢? 王琪作为补气之药,具有还好的补气质网等美誉。 现代医学表明了,王琪不仅能够扩张血管, 还可以改善心肌供血,提高免疫能力,防止毒素入侵。 王琪还能够降低血压,降低血液粘稠度,减少血伤的形成, 还能够双向调节血糖,抗衰老,抗老化,可用于治疗心脏病,高血压,糖尿病等疾病。 王琪还能够扩张血管,改善皮肤的血循环营养的状态的。 王琪山楂,准备10克,量不要太多,如果比较多的话容易上火, 特别是脾胃比较热的,就不要使用王琪。 因为王琪本来就是温补的食材,如果使用比较多的话会上火的。 枸杞具有很高的保健养生的功效,药用价值也比较广泛。 吃枸杞可以提高棉能力,滋补肝肾,抗衰老,改善势力等等。 枸杞价格便宜,它的养生功效比较强大。 中老年朋友们都爱喝枸杞水,因为枸杞含有多种对人体棉栗系统有益的成分, 如多糖体,维生素C,能够增强人体的棉栗。 在准备木耳,木耳功效比较广泛,可以降低胆固醇, 补血,养盐,防止贫血,降血糖,改善便秘。 木耳含有的维生素E,B组维生素,维生素等营养成分, 具有良好的僵质的作用,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的水平。 木耳富含的铁、铅等微量元素,多种氨基酸,有益于补血, 并且木耳含有一种胶质,可以刺激皮肤的新陈代谢, 具有一定的美容作用的。 木耳中多糖物质,具有降低胆固醇的作用的, 有助于调节血糖的水平。 木耳中富含的纤维素,具有促进肠道蠕动的作用, 有助于改善便秘。 接下来把准备好的食材倒入养生壶中, 加入清水,我们直接温煮20分钟。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,制作视频不容易, 一个小红心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, 但对我来说能让我高兴地睡不着觉。 非常地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, 麻烦您给我点个小红心,谢谢大家。 做好之后就可以直接喝啦。 我们只喝水,这道养生茶, 每天都要喝, 当我代茶饮喝, 比较适合三高的人群喝的, 能够帮助我们预防心脑血管疾病。 稳定三高, 对生理的好处是比较多的, 而且能够起到强生进体, 通经络的作用的。 老年朋友们每周喝两到三次, 对生理的好处很多, 如果身体比较适合的话, 可以每天都喝的。 好了,家人朋友们, 今天的养生知识分享到这里啦。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视频, 记得帮我点个赞关注一下,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养生知识 给大家更新的。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, 谢谢大家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